一人陈昊森凭借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收获了大批粉丝喜爱 他平日嫌少更新社群 也很少与粉丝们分享心情 日前他难得写下长文坦承 前阵子曾短暂删除社群网站 对此陈昊森解释到 这是让自己可以专心投入演戏的方式 虽然刚开始还是经常会下意识的解锁手机 但是之后又不知道要点开什么应用程序 直到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习惯 他谈言在这段期间 自己想通了不少事情 情绪也变得平静许多 陈昊森也透露在拍摄结束后 虽然已经重新安装了社群平台 但是使用的感受却已经变得不一样 还因为他受伤了好几次 似乎是被网络上言论所上 不过陈昊森认为 这或许是他与外界唯一的连结方式 所以最后还是鼓起勇气 从未到有社群平台生活并鼓于大众 不要只透过社群认识自己 跟希望大家能关注他的作品